叫我來看這民眾氣炸了 他說明明把車子停在停車格 為什麼竟然還被開單 這中天新聞接獲民眾投訴 他說新北市土城這邊有一整排的機車停車格 疑似是當地的商家他們自己劃的 因為這個停車格就在騎樓下頭 這民眾誤停 沒想到後來被警方給開單了 事後他向警方申訴 結果警方回應是說那邊已經有公告說 不可以在騎樓下面停車 民眾無法接受 而現在新北市的土城分局表示 要要求大樓的管委會趕緊將停車格吐銷 很氣憤啊 這這麼多停車格 可是他竟然開我罰單 這簡直就是把人民當提款機在用 林小姐好生氣 指著地上停車格 他說就跟大家一樣守規矩 把機車停在裡頭 但是三周後卻收到一張 在禁止臨時停車處停機車的罰單 要罰600塊 依規定停在停車格裡 為什麼還要開罰單 那他這到底有 到底有多少人被被坑了 不只有他這位先生也被開單過 不不曉得 所以停了就被開罰了 對 不覺得很冤嗎 對啊 怎麼一整排汽車停滿滿 小型車子停在這 遠景會開單 這裡還有這裡都有停車格 但你知道哪裡不能停車嗎 警方設立的告示牌 說騎樓還有真心道不能停車 那既然不能停車 為什麼在騎樓底下畫設一堆停車格呢 停車格的部分 那應該是之前 管委會或者是商家自行私自畫設 那這個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 也不能夠停車 原來停車格還有假的 被官方畫設 其實一個不小心就會吃上罰單 警方單位要求 大陸管委會限期清除 而罰單如有爭議 可以申訴處理 記者劉順少講新聞報導